针对第四期的癌症病患 部分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 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因此 医师会选择全身性治疗方式 如化疗 标靶药物治疗 免疫治疗等 另外 在这些治疗方法经过多次使用后 病患体内容易产生 抗药性或癌细胞产生新突变 导致药效疗效下降 癌症持续恶化 此时 同样能透过检测循环肿瘤DNA 来长期监控 癌症相关基因的变化 作为医师 及时监控病情 与调整治疗策略的依据 当病患经历各种疗法 都无法达到有效治疗的时候 此时可透过抽血检测循环肿瘤DNA 来分析体内肿瘤细胞带有何种变异 为医师与病患们找出合适的抗癌药物 订定最佳的个人化医疗策略 接下来分析体内肿瘤DN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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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之后